可是我要能夠把這個東西變到那個什麼呢 Python的那個Jungle裡面 那我需要改變哪些地方 首先第一個喔 我是建議你們這個地方為什麼要用分割的 但你用設計缺點是 你雖然做完了但是你不知道背後幫你改變什麼地方 分割的好處是說你做一邊做一邊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觀察左邊的 分割主要是你要看喔 所以特別注意到底我們做了這些動作之後 你左邊發生什麼變化你要知道 首先第一個喔 CSS它的檔案如何跟這個網頁連接 請各位觀察一下 第三行到第七行 其實裡面呢 有一行非常關鍵 而且他一定要放在HTML的head head是頭啦 所以呢一個網頁 一定分成頭跟身體 head跟body 頭 不過那個頭部分 網頁可以省略 不加也沒關係 但是如果說你將來要加CSS 你就一定要加head 然後呢請你把什麼呢 把這個什麼link有沒有 link href 主要是 Title這個可有可無啦 Title可以略過 主要是第六行有沒有 link href 特別注意喔 這邊是 絕對位置有沒有 file 三個斜線 三個斜線 然後位置 所以他的位置是在這裡 可是你想說 為什麼他這邊是用絕對位置 因為我們現在怎麼樣 這個檔案還沒存檔 所以沒有存檔他就是在暫存區 他不在這個網頁裡面 所以最後請記得 我們先做一件事 把這個網頁先儲存一下 一般叫index 不過你不改名稱也沒關係啦 我們就是把它改一下index 首頁好了 其實這個不改沒關係 主要是 把這個網頁 先存在這個網站裡面 儲存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這個程式裡面發生什麼變化呢 有沒有發現 HREF 剛剛後面是一個 絕對位置 因為我剛剛沒有存檔 所以他會去抓暫存的那個 檔案的路徑 那現在我已經存檔了 所以他直接告訴他說 我那個東西喔 是在哪裡呢 在那個我的根目錄底下 不過未來會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今天 像我們那個Python裡面 他是放在那個css 所以你可能 比較安全做法 你可能新增一個資料夾 叫css 你就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css搬進來 有沒有 你要不要更新 更新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喔 我把它放在資料夾 所以你這個時候 請你再觀察一下 程式發生哪些變化 有沒有 css目錄 裡面的 這個路 因為我發現同學最常發生錯誤是 找不到這東西 效果就出不來 為什麼找不到 因為你路徑搞錯了 有的人明明有目錄 他就是不加目錄名稱 有的人沒有目錄 還是加目錄名稱 那怎麼會找得到 所以這個概念要有的話 後面就簡單了 那最關鍵的 就是一個head 再來就是這一行 所以呢 其實你只要把這一行 直接幫我搬到哪裡呢 搬到我們的jungle裡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你要套用這個css裡面 你只要記得用一個什麼 span class 哪一個呢 span class就是 我那個css裡面的 類別 名稱叫標題 那有一個span開頭就有個span的結束 有沒有OK 那頭尾 這個歡迎光臨這邊就有個span 然後呢名稱等等的 所以呢 我接下來呢 怎麼轉移 一 請你先把 cs放進來 二的話呢 請你再開啟我們 之前的那個 Hello4的那個什麼呢 html 再來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網頁 裡面呢 會有個low static 的這個敘述 這個low static 意思是說 我去那個static目錄 那一串找一下 那個路徑在哪 不過呢 我需要 除了low image之外 還要low css 所以請你把這一行 先搬到上面 搬到哪裡呢 乾脆搬到html 這個的 上一層好了 然後呢 請你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 head 因為我body 上面沒有head 你可以自己打 或者你用複製也可以 head有一個開始 那一般有個結束 head的結束 然後呢 告訴他說呢 請你幫我引用什麼東西呢 引用那個 就是 我們之前有的 那個css 那css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這一段程式啦 因為我的路徑也是 目錄裡面的css 所以你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上 然後呢貼到哪裡呢 貼到head的這地方 貼上 他就會去找到 這個目錄裡面 有一個這個東西 但是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敘述 是在cs 這個在jrqv里面的敘述 如果你現在執行 他還是找不到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模仿什麼 模仿下面這個 你會發現 這個是image 目錄找到的方式 因為我們是放在static裡面 所以請記得喔 參考一下 應該會改吧 照的方式改 所以呢這邊有哪些地方要改 前面一定要加什麼 大瓜湖static 然後呢 在這個結束的地方 加上一個什麼呢 加上一個那個 Person 那個就是 那個那個什麼 這個這個大瓜湖 所以喔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前面的地方跟他講說 我是在static 裡面 所以你這邊的話 先 把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告訴他說 在這個裡面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再去串什麼 串這個東西 OK 應該知道我的 做法吧 OK 反正就照著做喔 記得喔也不要做錯喔 所以他會自動到哪裡呢 到這個目錄裡面找到這個style 你要確定一下這個名稱 是一樣的 所以呢我就已經引用的這個css 再來的話呢我要針對什麼 歡迎光臨這部分 套用span 的類別 當然比較快的方法是什麼 乾脆直接拿dreamweaver這邊複製貼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再來就是span 開頭 標題 然後把這個放在哪裡呢 放在歡迎光臨前面 所以把這個地方 放在歡迎光臨的前面 加一個span 然後呢 在他的結束的位置 也把他結束一個span 結束的話我習慣上把他拉過來 自己再把他加一個 大禹 這邊記得加一個 加一個反斜線 表示呢 這個的結束 好 那我們已經套用一個了 其他的話 試試看好了 這樣的話應該就完成了 只是說呢有沒有成功 不知道 試一下就知道了 應該之後我在改什麼吧 主要是增加了一個head 然後把這一段放過來 加一個head結束 然後加一個span的敘述 所以呢如果等一下run的時候 歡迎光臨有效果的話 那恭喜你成功了 好 來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OK 然後把他 重新跑一下 那這邊應該不需要重新做 看一下 這邊剛剛的這個 讓他重新跑一下 重新整理 不過 剛才好像忘了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存檔有做嗎 存檔 還有哪裡呢 有沒有漏掉 這個 這個嗎 其實 馬上就有啦 只是說有lag 他好像會 差個幾秒鐘 才會出現 所以做完之後 這個地方就OK了 其他的話 請各位 一樣 把那個 其他的部分 把它做一下 看到的結果就長這樣 我就把它 裡面呢 大概就改了幾個地方 也不用改太多啦 只要改正確就OK了 一把他漏進來 二的話呢 就是這個地方 仿照 那個底下的方式 去讓他抓到我們目錄所在的位置 特別注意喔 如果這邊是CSS 你一定要加CSS 然後呢 這邊在一個 這個斜線指的是目錄裡面 前面是目錄名稱 後面是你的檔案 最容易發生錯誤就在這裡啦 如果你這個地方都有 顧慮到 相信應該都會很容易成功 然後呢 底下這個就照 扣過來 其他的話就是 加一個span span那個標題 我就把它扣過來 後面結束的話 就是 再加一個什麼呢 再加一個斜線 一個span 就把它包在裡面 所以包出來之後的話 反正就是 UserName這個變數 前面也可以包 後面也可以包 包完之後的話 結果看到的 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 就長這樣 像這樣 這就是我們最後的 今天 大家練習 最 第一個任務 就是 CSS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CSS部分 其他的變化題 我是建議各位有時間的話 自己再加一些其他的效果 另外的話呢 如果有 對於CSS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再到那個網路上 Google CSS產生器 然後再自己再把那個 網頁做得更漂亮一些些 然後這個 漂亮到什麼程度 我想 還是自己要去try 因為每一個每個效果出奇 可以一個個把它試 試一試 以後 想要什麼效果 就會 把那個效果加上去 這感覺其實還蠻好 那個 至少就是讓網頁看起來 不要太陽春 然後 搭配得很好 人實在的 請 Woo 你 在耶穌 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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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